大家好,我是運管3B的成功站 我今天要介紹的公司是 盤一科技無聊 那我會分為六大部分來做講解 第一部分是個案背景告訴 第二部分是現況分析 第三部分是個案特色與介紹 第四部分是屬要的分析與武力分析 第五部分是對公司的建議 第二部分是結論 盤一公司成立於1993年 是全球工業電腦領域的領導產商 為客戶提供完整的工業物聯網與行動解決方案 長期致力於提供 以顧客需求為核心的潛入式解決方案 擁有專業的整合系統服務經驗 與資源緊密的全球服務據點 那它公司理念有分為兩大類 第一個是彈性提示且創新的客製化能力 盤一的設計製造服務 主要是透過客製化設計製造 品質把關、物流和售後服務 協助客戶使其投資發揮最大效益 盤一利用產業最佳的實務經驗 包括初期規劃、樣品交減和顧客服務 以提供顧客系統化、客製化 以及產品快速上市的開發 藉由流產的工作流程 經驗豐富的技術研發 及整合服務能力 盤一提供高品質且快速的OEM、ODM服務 以極大化促進業務成功 第二部分就是製程能力與品質認證 擁有完整的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認證 盤一致力於提供符合國際規範 及定義明確的生產流程下完成的高品質產品 具有高度彈性 以滿足全球各地客戶的不同需求 那盤一公司它設立於台灣 它在全球各地都有據點 像中國大陸、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澳洲、南海 都具有服務 台灣物流自動化系統設備分為五大類 有工程顧問公司類 跟自動化系統集車商 跟製程商、製造商或代理商 跟軟體服務商 跟倉庫建設周邊設施 那牌是屬於製造商或代理商類 它是主要製造組 它製造生產設備的工廠 智慧物流發展所追求的是 實現一個高效能且低成本的產業鏈管理平台 要能有效率且精準地將商品從禮貨到配送 並且全程監控管理 它必須具備有良好的倉儲能力 貨品運輸實力和資訊回報的整合力 那盤移科技它深耕工業電腦產業超過20年 持續開創領先技術等於解決方案 物流產業是盤移積極致力發展與深化的一塊領域 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是物流系統最主要的關鍵因素 因此設計開發一系列行業專用的產品與解決方案 能夠將優化倉儲管理配送服務與車隊管理等不同的應用 一次到位藉由盤移穩固多工且高效能的產品 已經成功協助國外有許多客戶明顯提升工作效能與改善作業的品質 那我們先來看看實際案例 位於英國的一家釀酒廠選用盤移所開發的強固型行業 手持裝置GLAD-IUS5 改善了其配送的接貨效率和正確率 能更有效的提供客戶滿意度和降低各項成本 客戶藉由產品Wi-Fi及藍牙無線傳輸功能 連接至其自行開發的酒廠管理系統 並透過產品內建的一維或二維調碼掃描器和RFID讀取功能 達到追蹤寄送的資訊 搭配產品專屬的充電底座和車架配備 更能保持長時間在外作業時對於長效的使用需求 該設備用於協助該酒廠專屬物流室 用於運送回收各種尺寸的酒桶於全國各地的酒吧與餐廳 每位物流是一天需要處理的 有超過100個酒桶 另外一個案例就是排儀長庫型工櫃平板電腦G0975 它協助國內一家連鎖社區型的零售通路商 改善其倉儲管理作業 藉由產品安裝至堆高插車上 能夠有效協助餐廚禮貨與取貨等作業需求 透過Wi-Fi無線傳輸和餐廣系統連線 以引導堆高插車前往正確的貨架取貨 產品本身則具有絕佳的強固特性 更透過防水防塵的IP65標準 在衝擊力與震動的耐受程度也符合軍貴的標準 這些都是確保產品在其嚴苛的長處環境與操作使用下 還能保持正常作業 除了具備公規等級 同時結合輕巧機構設計 以方便使用者移手時進行操作 搭配長效的電池設計和可程式實體 按鍵可有效協助作業人員快速作業 各樣特色與介紹 智慧物流中重要環節就是車隊管理 貨品從倉庫到配送下貨點 中間包含了對車輛、貨品和配送員的識別、定位、最終監控及管理 車隊管理的部分 對於車隊管理應用 牌儀的汽車總體方案中採用行業用移動設備 集成車載電腦功能 它能捕捉車輛數據 例如油位、胎位、胎壓和維修數據以提高安全性 透過內置的條碼掃描器、RFID、閱讀器、GPS和GPRS通訊 牌儀的行業用移動設備可用於提供交貨信息、車輛追蹤和駕駛狀況信息 物流配送部分 牌儀的行業用移動設備 能幫助客戶改進庫存、控制、配送流程、裝備精準、精確度和交貨速度 從訂單的位置到預訂的目的地 提供可靠的物流和配送服務 幫助全程實施管理與供應商、生產商、零售商及消費商的貨物流向 配有RFID、二條掃描器和多種無線連接功能 移動設備能完成產品追蹤、準確庫存監控、產品質量、控制和數據傳輸任務 產品適用於在餐庫到商店、商店到商店的 或者是直接交付給我們的中端消費者所使用 那槍儲管理部分是 盤儀行業用移動設備 可以集成了RFID、1D或2D條碼掃描 GPS、GPRS、3G和Wi-Fi功能 可滿足建貨、包裝、運輸和庫存管理等 倉儲工作的需求 盤儀行業用移動設備的防護等級為IP54 車輛等搭載固定的行業 用移動設備後可完成倉儲任務 而不必擔心震動或一體波件的風險 手持設備可以幫助工人提高工作效率 透過連接雲端中心 手持設備可以讓你即時追蹤、監鎖和監控倉庫產品、信息人 提高美國LTL貨運專家的物流效率 螃蟻物流將物聯網的概念延伸到物流車類領域 打造一系列專用車載專制 協助客戶能做到對運輸車輛、運輸貨品及配送人員即時的掌握與管控 有效能提升工作效率、準時送達目的地 也同步確保行車的安全 將低可能因車禍事故所造成人員、車體或物品損毀所帶來的成本損失 螃蟻科技物聯網、車載、裝置獲得全球客戶的青睞 以成功協助客戶提升行車安全及物流車效的技巧 為了精簡、物質化工作的工作流程 美國一家LTL貨運公司尋求一種有效的行動解決方案 以提高完成交貨的效率 根據他們的需求 螃蟻提供了GT78V的強固型平板電腦 作為車載冷機介面和強固型可吸式平板 能滿足物流式在移動中需要單手抓握的需求 另外一個案例就是GT78V GT78V 另外一個案例就是Ewan 排移推動物流手持機為全球首款搭配搭載連發科5G晶片 以往物流倉儲仰賴人工追蹤貨物和出貨紀錄 供應鏈車隊管理和存貨倉儲管理也需要人工部署和調度 將5G網路應用在供應鏈流程後 可望簡化物流、倉儲、運輸車隊的運輸 將出貨的紀錄和追蹤數據化和指準化 並提升存貨倉儲管理建檔的效率 優化管理存貨流程 在管理運輸車隊時也能自動部署調度車隊 排移G51強固形工業手持裝置 結合了5G網路的首款產業應用解決方案 將優化供應鏈管理自動化 顛覆物流、倉儲等產業原有的運作方式 藉由工業行動裝置和5G網路結合 不僅提升產業的通訊品質 也整合物流、倉儲等供應鏈各工作地點的人力、 貨品和車隊等資源 簡化整體流程、節省了不少成本 進而加速供應鏈管理自動化 由於疫情帶動生活習慣改變 貨物運輸需求有明顯的提升 因應市場規模擴大 物流業者倉儲管理系統升級 排移去年智慧物流倉儲相關設備出貨情況增溫 除了以打入國內數家大型知名的物流業者外 也是歐洲最大物流業的工業行動裝置供應商 這次在推出這款G51強固型工業手持裝置解決方案 積極搶佔5G高速運輸所帶來的工業物聯網商機 那盤1新物流解決方案 智慧物流下的新零售以提升作業效率與消費者互動為核心 從前端與客戶的互動為會員管理及結帳銷售 到後端的庫存及銷售量追蹤 貨物盤點和競銷資料管理 無不尋求能更優化工作效率的解決方案 盤1科技藉由專為新物流新零售業所開發的解決方案 不僅具備符合行業所用的寬溫及強固性能 還能符合冷鏈倉儲的需求 一間經營了半世紀的台灣老之後 中式肉乾和美味糕點 一直深受民眾喜愛 隨著M字化的推程出行 發現了公規Android手持設備為行業M化的主流區制 因此需要選購新的Android手持設備 作為店鋪盤點的管理工具 由於每間店鋪皆為小而美的型態 庫存量不多 快速調貨 補貨也能成為一項重要課題 再加上為了統一管理分散在不同城市或地區的素食家分店 該公司也希望藉由此次的太舊幻星建設 建置一套兼顧前端應用與後端管理的系統 攀儀的完整解決方案 包括五吋觸控式手持設備 GT500與NodeWatch手持設備管理平台 可以一次滿足這家業者所提出的需求 另外一個案例就是藥妝店 藥妝店比起一般的中型零售服務業中 算是比較複雜的業態 店內銷售的品項數和種類超過上千種 包括化妝品、食品、生活雜物用品 以及多種非處用藥品 有建於此 盤儀8吋工業級的平板電腦 GLAD-IUS G0830獲得亞洲最大的藥妝支持與採用 以作為提升作業效率和改善客戶服務的品質 盤儀G0830組合式系統 能作為POS 以協助藥妝店有效 舒緩尖峰時段的人潮 也可以避免顧客因為顧慮排隊人潮 而造成客源流失 除了支援MFC行動支付和QRCODE電子票券 產品應整合了MSR、RFID和智慧晶片讀卡記憶功能 還可以延伸支援信用卡、金融簽贈卡和商家會員卡 提供商家和消費者能有更彈性、更多元的使用選擇 進而提升整體顧客的滿意度 再來我們看到舒威爾的分析 舒威爾的分析佔優勢的部分 提升倉儲管理效率 達到以更少的時間正確完成更多工作 達到即時有效的庫生數據管理 倉儲作業執行並且能大幅提升正常力 再來是快速物流配送 快速物流配送部分是快速調度車輛派遣以改善配送效率 及配送準確點 以提升客戶的滿意度 提升前端收貨資料正確性及後端配送即時性 降低退貨率和運送排碳量 還有跟智慧派遣車隊管理 彈性調度車隊 優化車輛使用率 提高派遣效率及正確率 有效管理車輛執行狀況以降低能力與油耗成本 然後再來是劣勢的部分 目前台灣物流業者的產資訊化程度不斷提升 國內通關資訊也越來越趨勁電磁化 自動化 但是面對整個供應鏈的網購界 物流業者可能都必須面對速食家的上下有業者 因此資訊的串聯與整合顯得資歷破碎的機率 然後再來是機會的部分 還有價格 它的劣勢價格通常會比較貴 因為使用智慧物流通常成本會比較高 然後再來是機會的部分 倉儲物流零售車隊管理一次到位 接軌智慧物流已經有越來越多廠商 透過整合訊息技術和物流平台 以提升作業效率並應各種配送技術需求 例如近年來快速發展的冷鏈物流應用 排移科技致力於全方位 倉儲物流零售和車隊管理解決方案 以深化行業管理思維 並結合物聯網技術和智慧化應用 促進物流連整合的創新升級 以協助我們以最佳解決方案和有效的成本完成 然後機會部分還有優化零售業進銷售 快速處理結帳銷售 訂單控管庫存管理 會員資料庫及員工管理 等有效提升經營效率 協助提升店內存貨盤點正確性 亦可提升工作效率及準確度 然後再來是威脅部分 威脅部分 討價還價能力比較弱 物流競爭 物流競爭激烈 受其他家的價格打壓 討價還價能力比較弱 可能會引起利潤下滑 然後再來是5G技術 隨著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 5G技術之後 可能會有越來越多家物流跟進 對龐儀來說也是一種危險 武力分析 首先我們看的是公益商的意見能力 是總的 龐儀表示疫情推升貨物運輸需求顯著提升 物流業者也打算加入倉儲管理系統升級 也帶動智慧物流倉儲相關設備出貨的情況爭穩 除了以打入數家的大型知名的物流業者 也是歐洲最大的物流業者 也是歐洲最大的物流工業行動裝置供應商 再來是購買者的溢價能力 潛在進入者的購買者的溢價能力是中等 因為投資成本高 例如土地及成本 及營業場所、機具設備或是財務資源這方面 為了拓展市場需要不斷投入龐大的資群 但回收成本的時間長 增加新進入者的進入障礙者 然後再來是替代品的危險 是屬於低的 實體產品能需要實體物流進行配送 其替代品的危險算低的 然後再來是購買者的溢價能力算是高 因為契約的客戶公司規模越大 它的溢價能力越高 然後再來是同行競爭力是中的 因為同行競爭激烈 對手更時常在推出新花樣來影響大眾消費者的方向 發展獨門5G 展現差異性保持競爭力 然後再來是對公司的建議 我覺得盤一公司 可以將自己的獨門技術 應用在自己物流上就好 不必將這些技術分享給其他物流業者 這些技術或許會成為與別家與眾不同的地方 或許會促使客戶選擇性變高 而提高利潤 但不見得他們能擁有這些技術研究 畢竟智慧物流化的業者越來越多 然後新增更多的服務局點 目前盤一在中國大陸 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南韓都皆有服務局點 但大多都聚集在亞洲 我希望盤一也能夠在中南美洲 非洲加拿大等國家設立服務局點 讓更多人能享受到這些高品質的服務 還有跟高科技的服務 然後再來是結論的部分 盤一的願景就是追求高校的低成本 以及服務追求的服務需求 盤一物流公司表示 智慧物流發展追求高校的低成本的產業管理平台 需能精準有效率的全程監管商品治理或到配送管理 配送過程 物流業必須運用符合需求的設備及資訊科技 以具備良好的倉儲能力 貨品運輸實力和資訊回報能力 盤一積極發展與深化物流業商機 設計開發出一系列行業專用商品與解決方案 改善配送接貨效率和正確率 有效提升客戶滿意度 並且降低各項成本的作業 各項作業成本 展現出全方位倉儲物流和車隊管理解決方案 以深化行業管理思維 並結合物聯網技術和智慧化應用 促進物流鏈整合的創新升級 那我的報告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各位聆聽